你成長過程有沒有瘦過呢? 我從來不懂這個字 我好像小時候都是穿著大人的馬掃 我都沒有穿過童裝 一出生已經是重磅BB來的 我一出生不是很重 我一出生好像六磅幾 但是我一出生喝奶的時候 我媽就發現我很驚人 一出生的BB喝兩瓶奶 每餐都是 一天四餐 我真的有想 她說沖了一瓶奶 我哭她給我 我自己捧著喝 喝完一瓶我哭 她馬上給別瓶我喝 喝完我就會笑 那麼多兄弟姐妹都是重磅人 不是 但是我兒子也是 都是大隻的 你家裡就只有這個兒子 是我姐姐骨架大 但也不是胖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遺傳的 我經常都說是我媽媽那邊 那條肥基因在我媽那邊 例如去到小學中學 都是一個叫做重磅人 可不可以這樣說 絕對可以這樣說 但是這樣喔 很多時候那些人都說 小時候的肥子很容易被人欺凌 是 你學員都有沒有不開心的 其實我猜我小時候有的 但是你也知道我樂觀表面樂觀底 好像什麼都嘻哈 我就過去了 有沒有聽過難聽的 講什麼 我是有的 我現在長大了之後 我才記得以前小時候 那些死肥嘟 那些肥仔 一定是兒子 不是粗口 不是粗口 我自己嘟了 我在想這些可不可以說 因為其實漢詞好像很簡單 死肥仔三個字 但其實他背後 原來我一直記在我心裡 令到我會不開心 但是我那時候 你說你表面樂觀 那生存 你在小學或者中學生存 你都要學一些技能 笑一下就算了 難道跟他 我又不是打架那些人才 所以我猜其實 這個是一個心結 幸好 很想嘗試一下 會不會有一次瘦一點 就是行不行的 這樣 但我沒有刻意說 我要幾歲 我要做什麼減肥活動 我完全沒有這些 你都知道我都不斷吃 又餵吃 又餵吃 他以前做大排檔 就是炒東西 又會燒尾 現在我教會 他用手提電話 他還懂得看五湖四海的菜式 然後做給我吃 所以 我家裡有個大廚 我們怎麼可以瘦呢 但是你小時候 會不會覺得肥和一個演員 是會很難去接觸到這件事 我小時候沒有想過自己會做演員 那是誰的影響 我想是我中學老師 我的中學老師是教中國歷史的 我到現在都很記得他就是秦老師 就是他 我就是誤膽誤撞進了劇社 他找你進的 不是 我真的無意之中進去 中一仔 完全看到房間貼了一張紙 不知道什麼戲劇學會 什麼來的 我進去推門看看 你坐下吧 你面試 現在 那老師叫我坐下 我就坐下 誰知道原來 那時候只是說自己介紹自己一分鐘 那我就說 我一定會說到 那時候 你又不害羞 我又不害羞 第二天就說 你入了會了 我入了會了 那就開始了 我才慢慢知道 原來劇本是這樣 那跟秦老師有什麼關係 因為他那時候有教我中國歷史科 然後他就是負責他寫劇本的 因為他不知道中文系 那時候跟林直是同學 所以他寫一些 我這麼多年在中學 我到了七年 以前那個年代 他是寫了很多劇本給我做的 然後他一直告訴我 做舞台不可以 腳動來動去 我們說浮台 在一個台上 那觀眾就不好看 看到你經常動來動去 教我怎樣做動作 什麼情感 怎樣對白要咬得好 其實所有的基本功是他教出來的 但是你小想不到 他是一個中國歷史科的老師 他都教中文 但是他有沒有說 不如何遠東你畢業去考演藝學院 他沒有說叫我去考的 但是因為我自己都在想 因為我以為中五我升不到 你14分會考的 我13分而已 你給多了一分 我真的 好多謝你 我還要 即是 即是13分 然後我都在想 全科合格 其實演藝學院應該都收了 然後我老師就說 不如你多讀兩年先 等自己長大一點 然後我才到中七 我才去考的 但其實suppose你就 中五已經打算去讀演藝 我有想過 但我不知道什麼是演藝學院 我那時候還沒有去過灣仔 因為你在大埔 是的 我那時候在大埔執行市 不要緊要 我們兩個都是鄉下仔 是的 鄉下仔 但是很有趣 但是我是去到 即是到那時候 中七真的說報了 那我就出省看看 出省 我才發現 原來演藝學院這麼大 我還記得當年那個 紫色的地毯 已經轉光了 哇 很grand 但很難入 你又考到 這麼厲害 很多人都說 這個問題 你問考到的人 為什麼考到呢 其實是 你是不是成績特別飆青 我絕對不是 A-level 我A-level 絕對不是 OK 真的OK 但是我猜我是面試 面試得很好 這個我真心覺得 我還記得 我知道為什麼一定會收我 即是你第一次覺得一定會收你 因為我們要In三次 是的 第一次一定過 我也知道一定過 第二次 很有信心 因為 你應該說 我沒有想那麼多事情 我就是進去盡情發揮 是不是 但是第二次面試 我們要做默劇的 不准說話 還要做動作 他這條題目 真的為我而設 我還記得現在 他那時候是說 一週減肥法 一個星期你要瘦 我心想這條題目 還不是開正我那份 OK 很有說服力 那我就真的做 又呼拉圈 就是全部默劇這樣做 又跳上榜 那些 接著我已經見到 整班評審 當時有八個 好像很多人 他們全部掩著嘴在笑 這個肥仔 都幾夠膽 這樣都敢做 這樣 接著 到第三回合 那個老師其實已經沒有再問我 他只是問我 為什麼你化學科不合格 接著我就說 I hate chemistry 然後誰知道 那個老師 就是外國人 他都說 Yes me too 接著我們兩個就在說 化學有多難讀 OK 接著我就用我那些 基本英文 跟他溝通 接著就空有成速入硬了 對 最後院長只問了我一條問題 你可以說普通話 接著我就跟他說 哇 奇異啊 我就入了 換句話說 其實何遠東你 很有表演 你覺得自己從小到大 我猜是的 我很喜歡以前 扮紅館 在家裡拿椅子 桌子 桌子 不理自己的體重 我見歌手走來走去 這樣唱歌 我自己拿著牙籤筒 在上面唱歌 然後到處走 在那裡扮四面台 家裡有四面牆 接著我就覺得 好像很開心 但是 那些開心還開心 我沒有想過自己 會真的有機會這樣去做 但是從小到大 身形會不會是阻礙你發展感情的一件事 就是外貌協會 外貌協會 外貌協會 但是很明白 自己都會這樣 那時候 你都很明白 可能各取所需 大家要求都不同 所以 所以 這樣 你說試過被人傷害 是怎樣被人傷害的 因為 那段感情很長 其實 之前的感情很長 對上一段 超過十年 超過了 但是 最終都是 不行 不行的原因是什麼 分開原因 大家的想法不一樣 就是變了 你看看 十年 人生的十年 其實是很長的時間 就是 你和那個人已經變成 已經有默契的了 其實大家都應該 很好的 但是 原來 揭牌 到最後 原來 大家是不合格的 原來 你最想要的事情 你都沒有說 或者我又不知道 那 是令我反思了很多 究竟你懂不懂得去愛人 有時 你說是你 還是對方 我自己反思 我想對方也有反思 大家是否真的愛對方 又或者大家想未來是怎樣 那我們那時候 分開都不太好 但是 現在都過了幾年 但是 他有他幸福 我們大家都覺得 那都OK 最緊要是這樣 是不是 那整件事 令我自己都想 其實 我有沒有真正關心的人 就是 你口口聲聲說愛 但是你愛著他什麼 就是這個命題 是 我自己就變了 我有些執著了 我就會再想 我日後面對感情好 我一定要很體貼別人 還有 也要問一下自己想要什麼 你現在單身了多少年 我現在單身了幾年 是 幹嘛 是不是有筍盤介紹 但是你說心灰 不是 我知道有一件事是不好的 我現在是期望 別人愛我多過我愛人 因為可能我之前 不停付出 你不停付出 但是你沒有回報的時候 你會覺得很hurt 所以我現在就說 我很想享受一下 就是你愛我多一點 你愛我多一點 這件事是不會這樣發生的 所以 但是會不會已經放棄了這件事 就是 算了 我不會放到他那麼首要 現在放在我首要的位置 是 我想孝順多些父母 因為之前 可能因為僱住感情 其實是忽略了 爸爸媽媽很多 怎麼忽略呢 你已經搬開了 搬開啊 又或者有時間 你也知道我們都忙了 有時間又沒有陪他們 可能對他們的態度 又不太好 你也知道 一吻或者我們的電話 就收線 所以其實我一直都 分開了之後 我覺得很內疚 我很記得 那時候和我爸爸媽媽說 我分開了 他們反而還安慰我 那一刻我真的受不了 我真的說 為什麼這麼無私的愛 我爸爸媽媽對於我 還叫我 再來過 沒所謂 然後我突然覺得 我真的覺得 我自己對不起他們太多 所以我現在 就是自此之後 我馬上跟他們 就是 你們想去哪裏旅行 我要帶你們去哪裏 你們想做什麼 想吃什麼 我很想補償給他們體驗 因為 我不是一個很富裕家庭 即是基層的家庭 這樣長大 到我現在有些能力的 我很想給他們一些經歷 和體驗他們 幸好趁他們走就可以了 疫情之前 我們都去過幾次旅行 即是很開心 是令到我自己都 嗯 OK 我補償到少少 星光背後有我何遠東 想聽竹本訪問 立刻上881903.com 節目重溫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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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